歡迎收看國民大會 我是謝澳洲 大家好 好 很高興今天T台開獎 來到天武收國旁邊 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要吃有吃 要廁所有廁所 但是不要趴在隔間上面 好不好 好 排在隔間上面 太變態了 今天人山人海 我看已經到陽明山腳下了 這樣人太多了 不好意思 那個沒有椅子座的朋友 跟你們說聲抱歉 我們先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兵哥 大家好 第二位陽明 大家晚安 第三位是洪漢婷 光復節快樂 好 我們這個難得 我們今天三個來賓 這個衝著因為T台開獎 所以我們可以多到三個來賓 預算多了一點點 今天的新聞裡面 大家會比較注意到的 這兩天 韓國瑜 前市長他出來輔選了 所以韓國瑜 它會不會是一個新的現象 對於這次的選舉 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有些分析會不會過頭 或者是說 其實沒有點評到這個點上面 我們就等一下一一來講評一下 我先念幾個韓國瑜 昨天出來的一些金句 他說高雄是買一送一 買了一個科針會多兩 其實是買一送二 李四川跟韓國瑜 所以我在想說速選是不是比較不好 另外一個是他講了一句話 贊成的就鼓掌 中華民國是國家 我們的國家 台灣是我們的家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根 民主自由是我們的寶 都認同 但他們也要選 你也沒辦法投給他 然後另外一個 他講到一個很重要 2024對國民黨來講 他自己先講說 現在如果去想2024 對2022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人家問他 他就說 那國民黨可能要 因為我不會打麻將 我要看著講 他說如果我心裡想著打 清一色沒有辦法虎牌 必須要考慮湊一色 現在有支持者說 你怎麼出來了 還是在講麻將 可能我們要 麻將不是很熟 等一下待會請賓哥 幫我們開示一下 大家都很熟 這個愛打麻將 那當然所謂的線下面 有包括說 第一個台北市長的選舉 對蔣灣到底會不會有影響 會有加分嗎 還是會改變 我個人來講到這個階段 其實改變不大了 其實我真的覺得改變不大 但我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當年就是打總統大選 打到這個韓黑 對他的厭惡感沒有出現 那韓黑現在有做梗圖 去攻擊他的 在網路上也沒有人去分享 也沒有流量 這是一個特殊的一個現象 那我要請教賓哥了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今年有一個 最大的變數是誰 最大的變數叫陳時中 因為這個陳時中實在是太瞎 瞎到一個爆炸 所以今年你不管再去做什麼 其他的梗圖 再去做什麼東西 我認為影響都不大 因為陳時中這個人實在太黑了 對不對 對 因為他黑到一個爆炸 根本所有的亂七八二事情 大家聯想都跟陳時中有關 所以其他人就全部都突然之間 Clear都清白了 那我覺得韓市長出來 很多人當然 包括民進黨 包括三明治 很多人都覺得說 哇 韓國瑜來了 又是我們下手的好機會 希望趁這個機會又炒一波 看是不是能夠重現2020 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我跟大家講 根本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根本沒有要選啊 所以你要黑他什麼東西 他只是來幫人家助選的 然後他講的東西 像剛剛耀仲念了一大串 難道中華民國不是我們的國家嗎 難道台灣不是我們的家嗎 他講這些東西有什麼錯呢 到底有什麼好黑的呢 那當然剛剛特別提到麻將這個比喻 他說國民黨現在不要只想的清一色 要想臭一色 我不知道現場有多少人會打麻將 再來講這是我們的國粹 會打的許捨 應該很多人都會 好 全部打起來 好 那大家都知道嘛 清一色什麼意思 清一色就全部都是自己的嘛 全部都是同一種顏色嘛 所以意思是什麼 就是都是國民黨的嘛 國民黨想要吃毒食嘛 那正常的情況下 如果國民黨今天夠強 獲得人民支持 清一色很正常啊 總統是他的 院長是他的 其他所有東西全部都是他的 因為人民信任他 就好像民進黨現在這樣 只是民進黨辜負了人民的信任而已 那韓國瑜的意思 在我的解讀非常簡單 就是你不能只想著國民黨要吃毒食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國民黨現在的支持度 其實跟以前比差很多了 他想要一個把所有的政局全部攬在身上 恐怕很困難了 所以你要廣納各方面的人才 要把所有志同到黃龍頭有 全部大家拉攏在同一個陣線 站在一起 才有機會重新奪回政權 而且根本的重點是在哪裡 不是只是國民黨要奪回政權而已 老實講如果只是國民黨要奪回政權的話 那新黨怎麼辦 對不對 那很多民眾黨怎麼辦 其他的政黨怎麼辦 重點是因為民進黨這個黨實在太爛了 我們要先把這個黨拉下來 拉下來之後台灣才有未來 台灣才能夠去講下一步 不然的話 讓民進黨繼續執政下去的話 台灣根本就沒有未來了 那其他什麼政黨有什麼用呢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韓國瑜真正的意義 那我覺得他也講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他其實沒有要選 他現在的角色就是要幫助大家 要幫助大家把民進黨拉下來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次韓國瑜出來 很多人說哇 這樣會不會造成什麼激化啊 重新又回復到2020那個狀況 我根本認為不會 那當然之前有人講說 他之前韓國瑜沒有充分的表態 他跟蔣萬恩好像也沒有走在一起 所以呢好像黃珊珊也有機會沾到韓國瑜的光 因為我們都知道 柯文哲過去跟韓國瑜之間交情不錯了 可是我覺得會這麼想的人其實蠻無厘頭的 為什麼 因為韓國瑜是國民黨黨員啊 他幫那裡都是國民黨的啊 那所以他支持自己的政黨是理所當然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好的人才就應該要出來 大家各自努力 可是在我看來 韓國瑜這個人是非常單純的 他就是這次出來 第一個 報答上一次他選舉的時候 很多幫助他的人 第二個為他自己的政黨 為他自己的理想 為中華民國打拚 我認為這就是韓國瑜最單純的想法 謝謝 謝謝平哥 大家都在講說 韓國瑜他有講說 陳時中這一次出來 愁眉苦臉 就是一個苦瓜臉 怎麼越敗票 他的臉越苦 有嗎 我們看了一下上面 大家抬頭看一下 最上面那一張賴清德舉的他 苦不苦 苦 中間那兩張 你告訴我哪一個是苦 左邊還是右邊 都很苦 都很苦 你們眼睛不好 左這邊 左邊這邊聽說是笑的 是笑的 那你那個是笑的 那今天為什麼他會笑呢 那個 聽說人家問他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問他說 人家韓國瑜說你不會笑 他就 我會啊 我不是在笑了嗎 然後第二個問到周一寇 因為周一寇在臉書寫說 票投獎萬安 就是投給習土匪 問他怎麼看 他就說 我是不是 我在想 當人苦到一個程度 精神錯亂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 呵呵呵 我說真的 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 有人笑比哭還難看 呵呵呵 好啦我是覺得這樣子 但也有人擔心說 把他講成這樣子 會不會最後他有吹出同情票 其實好像也有這個問題 昨天我在健身房 我運動完的時候 準備要脫衣服 脫褲子 脫衣服的時候 還好 還沒脫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衝過來說 我是你們國民大會的粉絲啊 可不可以跟你合照 我說還好還沒脫 這樣子 那後來馬上 很奇怪 我洗完澡出來之後 有一個中年人 你已經跟我差不多了 但他身材比我好很多 就是胸肌腹肌都有這樣 然後很大聲 但市長是要抗中保台 抗陳時中保台灣保台北 對不對 對 結果他一講完的時候 因為一般我們在健身房更衣的時候 就是全身脫光光的時候 不會講政治 有點敏感 萬一那個時候打架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但問題是他講的時候 其他人也沒有反駁 還有他的朋友跟他呼應說 對啊 每天都笑死人 所以變成是選角 選舉的主角苦哈哈 大家看那個選情會覺得笑哈哈 怎麼台北市會選成這樣子 真的是有點離譜 楊敏要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有人在討論說 陳時中年輕人那邊的票 他也吃不到 他的YT我看才1萬多 這個IG 如果年輕人其實現在是IG 台下有IG的舉手 對 這個年輕人 其實如果是我我就會舉手了 裝一下年輕人 然後這個楊敏要請教一下 因為他的IG大概2萬 其實跟我想像中差滿多 然後蔣灣大概4萬 然後YT我看蔣灣居然有一個影片 幾萬次的觀看你知道嗎 136萬次他的競選歌曲 然後我看陳時中他的YT 不到1萬次 最高是9000次 這到底怎麼回事 這個剛剛這個州長 給大家看了一些 這個陳時中的照片 那有一首歌可以形容 他現在的心情 叫做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有沒有 明明笑著 可是看起來卻都愁眉苦臉 為什麼 人家講 相由心聲 他心裡面苦啊 他又說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現在他的選情 真的沒有那麼樂觀 本來 本來喔 民進黨想的是什麼 想的是一個黃珊珊 一個蔣萬安 我躺著選就好了 對不對 在台北我只要拿三成八 我拿四成選票 我就當選了 結果現在他的民調 只有兩成五上下 哎呀 那這個糟糕了 不是第二 就是第三 只有特定媒體的民調 可以把它做到第一名 那所以他越選 他旁邊團隊的人也會很疑惑 我們民進黨的朋友 跑到哪裡去了 第一個 剛剛講到年輕人去哪裡了 年輕人在笑你啊 年輕人看不下去啊 為什麼 大家不要忘記 年輕人疫苗順序 他們在注射疫苗的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打 最後才可以打 大家還記得嗎 去年大概是到八九月 等到高端拿到EUA 年輕人才可以打疫苗 不然你不打高端就要等什麼 繼續等BNT 所以很多年輕人覺得 那時候五月 六月 七月 台北三級警戒 雙北什麼 全台灣陪雙北坐牢的時候 年輕人沒有疫苗可以打 結果他們看到的 看到的就是這個政府很奇怪 明明你看最近柯文哲 有錄一支影片 他說這個 他覺得民進黨 踩到他的底線就是 明明已經疫情爆發 你BNT有人想買 有人想買疫苗 一次買幾百萬劑上千萬劑 但是你中央政府 卻一直要他拖這個拖那個 然後說什麼還要再看看 我們也沒有缺疫苗 等等等 到底有沒有缺 來現場觀眾朋友 你們說陳時中 要不要為疫苗負責 對 所以這就是年輕人跑了 年輕人不像當年 那個2020年蔡英文拿了817萬票 那樣的那麼的力挺民進黨 這是民進黨的隱憂 尤其在台北 台北傳統一直都是傳統藍綠盤 最在全台灣最不明顯的地方 因為你看柯文哲可以做8年 對不對 證明了也許有藍的支持柯文哲 也許有綠的支持柯文哲 台北人希望的是什麼 希望的是我看到一個 有能力能治理城市的人 跟藍跟綠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但是現在的陳時中 每天喊的是什麼 抗共保台有沒有 上次那個蔣萬安他說 走在大街上 有個阿姨跟他說 交出你的DNA 他心裡面想是現在要交出來嗎 現在是陳時中主動說 我有抗共保台的DNA 難道是高端疫苗打在你的手上 這個DNA自然就跑進了全身了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到了選戰最後 台北市你只能拿出抗共保台 因為他不敢講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被柯文哲說是什麼 抵抗誰 陳時中嘛 對不對 然後保衛大台北 所以他不敢講抗中保台之後 只能講抗共保台 現在大家都看出來了 到底這場選戰 到底主軸是保護台北市民 還是要抗中保台 所以我相信大家心裡面 應該都有一個底 那最後我要補充一個 就是剛剛講到韓國瑜這一塊 韓國瑜他很清楚 他已經在超前部署 我說超前部署什麼意思 他已經看到今天如果在野黨不團結 你不要想推翻這個中央執政的政權 他已經看到了 為什麼 柯文哲已經成立 據說他們要馬上要成立這個 競選總統的辦公室 那國民黨也有人要選 侯友宜也被點名 朱立倫也被點名 大家都在想2024 可是問題是 你們真的選得贏嗎 所以韓國瑜已經在鋪陳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野大聯盟 才有可能去對抗現在的執政黨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 謝謝雅敏 剛剛雅敏講到這個DNA 我是倒是想到一件事情 我覺得陳時中 當我們寇姊這個抗中寶台 跟他講說 蔣萬恩就是投給他 就是投給習近平 陳時中你應該要立刻呼應 結果你哈哈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驗一下 陳時中的DNA 是不是真的那麼抗中寶台 當然人家問蔣萬恩說 那寇姊這樣講你你怎麼 他居然回答他四個字 他說正常發揮 我希望他下次要回答國民大會 好不好 大家好 另外一個 剛剛說很苦很苦 我們常常說寶寶有苦 寶寶說不出來 寶寶是誰呢 寇姊 周一寇是你們講的 周一寇是你們講的 你們自己去對付他 好 周一寇昨天跟蔡玉珍互私 閨蜜翻臉 當然我第一個時間想說 還沒有開庭 你們就呈堂共振了 就是已經把證據都講出來了 這個資料 但是我仔細看 周一寇說她的消息來源 她去攻擊人家良家婦女 說她是什麼八大行業 說她介入人家庭 把人家長得那麼糟糕 結果她的消息來源說是蔡玉珍 然後蔡玉珍說沒有 你根本是把傳聞 所以我對你不屑 這樣變成說兩個都沒有消息來源 兩個都完了 所以兩個都關了 所以那個跟張淑娟可以聯絡的 就是王洪威 她就說很好 剛好龜跟憋都抓進來 這樣好不好 好 我要問一下漢婷 你怎麼看 因為接下來她出庭 就要交出什麼 金華訂房網VIP的經理 包括華航的座舱長 都要交出來 還有那個金華 走到的錄影袋都要交出來 那個 周玉寇和蔡玉珍 叫做玉寇咬玉珍 一嘴毛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這沙皮狗的故事 我們也不需要去理會太多 我沒說他們是沙皮狗 我說沙皮狗的故事 我們也不要去理會太多 如同蔣萬安所說的 這叫做造謠者的日常 今天周玉寇又講說投給蔣 就是投給習 蔣萬安沒說過這句話 習近平也沒說過這句話 但是投給周玉寇 就是投給陳時中 是周玉寇說的這句話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投給一個造謠的 污衊的攻擊善良人士的 攻擊普通老百姓的 那就是周玉寇 就是陳時工的這一幫的團隊 所以他怎麼還有臉能夠出來呢 當然啦 沒有的東西 當然是找也找不到的 對吧 所以我們還在找說 這個周阿姨 周奶奶 你的臉到底跑去哪裡了呢 這不用找了 因為根本就沒有嘛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那當然啦 今天蔣萬安的回應 我覺得是相當的好 就是面對這些人呢 我們不必去理會 就如同韓國瑜市長所說的 政治應該是帶給大家 歡樂 陽光 跟正向 對吧 那怎麼會被民進黨 搞成了所謂的 驗DNA大賽 或者是驗什麼開房的比賽 或者去搞一些很奇奇怪怪 私生子跟不倫的事情 哇 堂堂的台灣民主自由價值 被民進黨執政 淪為了俗套的 八點檔爛戲 這樣的執政黨 我們當然是要唾棄他 大家說對不對 對 那當然韓市長此時此刻的出現 我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跟現在的蔡英文 做一個鮮明的對比 高下立判 怎麼說 韓市長出動 哇 那是萬人空下 但是呢 蔡英文上台演講 那叫萬人不到場 以致空蕩蕩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我稍微看一下蔡英文的演講場合 還沒有我們今天國民大會的人來得多 那沒辦法 誰叫呢 我們的謝耀州比蔡英文更有人氣 大家說對不對 對 謝謝大家支持 但我拒絕用這樣對比 這是一種羞辱 這是一種羞辱 對 我保留法律追溯權 怎麼可以把男神拿來跟蔡英文對比呢 好啦 不過當然我們又看到這個 陳時中這個哈哈一笑 不過說真的 我們平心靜氣 就很冷靜的要問 陳時中 怎麼還有臉能夠笑得出來呢 過去這兩年 難道大家都忘記了嗎 請教在場各位 有排隊買口罩的舉手 有排隊買快篩的舉手 有確診過的舉手 謝謝謝謝方向 像我那是確診兩次 所以過去這兩年 我們受了太多的苦 我們受了太多的辛勞 陳時中 你怎麼會笑得出來呢 當許多的老爸爸老媽媽 在寒風在苦雨當中排隊買快篩 以及我們忘不了 在去年有人為了要搶疫苗的殘劑而摔倒 陳時中 你怎麼笑得出來呢 當今年我們看到有十歲的小朋友 確診發高燒不退 哭喊著 媽媽我看到了妖怪 最後不幸離世 陳時中你怎麼笑得出來呢 當今年有無數兩歲的小朋友 因為確診不幸的亡故 兩歲是什麼概念 生於疫情 亡於疫情 他甚至都不知道原來我們人是可以脫下口罩來生活的 他都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好的美好的事件等著他 可是就無情的走了 而這樣活生生血淋淋 天人永隔的案例 今年就有了一萬件 過去有朋友講說 過去有朋友講說 那種所謂的疫苗價格也好 或者是採購的內容也好 但是民進黨通通都黑箱不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以疫謀利跟謀財害命 所以我還是要回到像韓市長說的 選舉應該是很快樂 為什麼快樂 因為就好像我們要把家裡打掃乾淨一樣 我們先認清了什麼是垃圾 然後把垃圾丟出去 家裡變乾淨 我們認清了什麼是病毒 然後我們把病毒給醫治乾淨 讓它給跑掉 我們當然就開開心心 所以選舉為什麼開心 因為我們可以把一個迫害台灣 對台灣人不利的民進黨 阿爸的政黨趕出去 大家說開心不開心 謝謝 這次選舉大家最恨的就是 該打疫苗的時候沒有疫苗 那今天有一個新聞 過去那段時間大家想說 立法院有一個姓吳的立委 他擋住了這個BNT 很奇怪 就只有吳子佳可以講出他的名字 那其他網友講就告 那之前去年7月的時候告訴大家 就吳秉瑞 他說告訴大家 講出我名字的我就告 Nine群組裡面傳我的我就告 我絕對沒有這回事 但今天有個新聞 傳過水無痕了嗎 他撤告了 這個事情我們這有點看不太懂 昨天其實還有一個新聞 說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一開始說指揮中心說他們要撤了 我說哇 指揮中心終於要結束了 結果他是撤了那個隔板 我真的看了有點開... 就是想說 好啦 那我在請教兵哥之前 我順便再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知道今天是什麼節吧 光復節 哇 那你們知道光復節的由來嗎 大姐 你講得出來嗎 好啦 反正我簡單講 就是日本帝祥書給我們的那一天 好 台灣光復節 他的整體的名字 當然有人就講說 哇 蔣萬安 當年蔣介石 他的後代現在要選台北市長 蔣萬安今天有參加相關的活動 那我先請教兵哥 離體離得很遠 他就是國民大委員 吳秉睿那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吳秉睿的事超簡單的嘛 王八千的事是怎麼回事 吳秉睿就是怎麼回事 因為很簡單啊 大家都知道王八千委員的 台南的服務處被人家直接噴漆 噴了 然後罵得非常難聽 而且指控得非常明確 結果我們王八千委員不敢告 裝作沒這回事 為什麼 因為怕被法院認證嘛 你告下去之後 搞不好就證明是真的 那不是更糗 所以就不敢告啊 那吳秉睿的情況 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大體是相同的 吳秉睿一開始為什麼要告 他7月16日那時候要告的目的 是為了要恐嚇大家 叫大家不敢再講他 可是問題是呢 還是有人講啦 講了他就告 可是現在為什麼趕快要撤回來 因為7月16日到現在3個月了 檢察官要分案喔 要開始傳喚人喔 那萬一到時候到庭上 大家又開始吵這個新聞吵起來 大家又重新在注意這個事情 高端的中間這些問題 民進黨現在最不希望人家提到的 就是高端這兩個字 所以呢你看喔 現在他趕快叫高端把這個 連PCR都叫他吞下去了 叫他趕快PCR 你趕快幫我們弄一弄啊 有要出國去日本的 你趕快幫我打一打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高端就是民進黨的罩門 誰提到高端 民進黨沒有辦法解釋 就會發覺他的票會越掉越多 所以他不希望任何人去提高端 所以他叫吳秉睿的撤告 趕快大家都不要提 就當作沒這回事 對民進黨來講是一個最好的策略 可是問題是民進黨越不愛聽 我們越要提對不對 對 然後今天其實我還蠻感慨的 今天恐怕很多年輕朋友已經不知道 今天是台灣光復節了 因為沒有放假很多年輕人就不知道了 可是台灣光復節 民哥有放假也不知道 以前那個12月25都以為是耶誕節 那我跟你講 這個對台灣來講 是一個非常有紀念意義的日子 那民進黨為什麼不慶祝 因為他們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 一個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人 現在在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人 現在在當中華民國的院長 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人 現在告訴你他想選台北市長 你們能夠接受嗎 所以你們要選誰我都沒有意見 至少選擇一個承認中華民國人好不好 好 好 我觀察到一件事情 桃園的選情 可能跟台北的選情 慢慢的大概都知道 可能大家心裡想都有個結果了 你從民調上來看出來 桃園選前一個月T台的民調跟 可以看上面 不用看我 暫時把眼珠子做一下運動 然後兩個月前的民調數字 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對不對 所以沒東西打了 紅機這個事情 紅機也回答了 你要跳出來去打紅機嗎 尷尬吧 不好吧 那現在怎麼辦 現在就開始去打你一些 包括今天我們看到 說他的宣傳車在10月21號 晚上7點的時候闖紅燈 就這麼巧 因為剛好高雄有個議員 他們也是闖紅燈 而且高雄那個議員 如果昨天有看節目就知道 就很高雄式的那種闖紅燈 大家都你闖你的 然後我走我的 就是還滿習慣的 但在桃園那個看起來 確實有點危險 張善政他就道歉了 他也要求他的外包單位 我是建議這些參選人 你們這些宣傳車簽約的時候 要有一個重罰的條款 就是如果他違規的時候就重罰 不然他掛著上面是你的名字 人家記不得車牌 記得張善政三個字 記得高雄議員的名字字 然後包括還有草皮 草皮這個就妙了 十月二十二 當天有去的人 有人去嗎 大姐真是無意不與 當天其實大部分都 聽說有兩萬多人 廠子很熱 結果他們激進黨 你看那個圖卡 激進黨 藍士博他十月二十號 活動是十月二十二號 二十號他就去現場看草皮了 因為有些廠商運東西會先到現場 他就開始講了 你看草皮已經有車輪胎的痕跡了 然後到當天活動 因為他有一些布曼沒有收 他就開始拿木板 你看草皮被他弄 因為其實當天有下雨 那個時候是有下雨 草皮就有點爛掉了 他就說這個牌子他也沒收 但是我只有想問一件事情 不是說草皮不重要 草皮當然也對環境是很重要的 但問題它會不會造成人的傷害 會不會 不會 但問題是運動中心漏水 會不會造成傷害 會 還包括我們的電梯 電纜 袖屎會不會造成傷害 會 好 那這個議員 他對於造成桃園市民傷害的時候 他有沒有去監督 我仔細看 大家仔細看中間最下面那一個 二樓他只做了一張圖 好幾張圖 他說沒有啊 二樓的地板完全是乾的 所以在側翼的眼中 看不到會危害人民安全的東西 這個其實是讓我很擔心的 那包括今天講完也是 這個自由時報獨家說他去拜城隍廟之後 違規上車啦 居然在斑馬線旁邊 不該上車的地方上車 然後我們這種一天到晚跑行程的 一看就說 他已經放了三個三角錐 就交通管制封路了嘛 然後斑馬路 那台車沒有停在斑馬線 我用 我也不能講髒話 就是不用用眼睛 用別的眼我都看得出來 就沒有違規啊 就很奇怪啊 但是他也把它寫成獨家什麼的 那更妙的是 蔣官的聲明說什麼 他說那個是警察規劃的 上下車的地點 那自由時報你不會去問嗎 你不會去查證嗎 楊明怎麼看 是不是真的沒招可以打 其實我覺得現在 在桃園這一場選戰 我覺得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我們民進黨 以及他的相關的側翼盟友 他們開始在監督張善政的執政 所以他們已經在學習做一個在野黨 對不對 他們認為張善政可能會當選 每天監督他 我剛剛來到這個現場的時候 我還想說四叉貓今天會不會來數椅子 會不會來拍這個空椅子的照片 沒有 他很忙 他要跑別的拖 可是我說當今天 大家還記得嗎 民進黨在這個在野的時候 監督力道非常強 他們反黑箱 大家記不記得 福茂協議的時候 反黑箱 反到攻進立法院 佔領了一個多月 結果現在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護黑箱 疫苗採購的文件 立委可以去看 只能看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全部塗黑 不讓你看 立委看不到 我們人民看得到嗎 看不到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黑箱的事情 他們說沒有 這叫封存30年 奇怪了 同樣的標準 黑箱為什麼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跟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是不一樣的呢 所以民進黨是一個稱職的在野黨 我們肯定它 我們讓它繼續做在野黨好不好 好 當然前面那個疫苗的部分 我補充一下 除了剛剛賓哥舉的例子以外 吳委員他可能 你知道不可告人有兩種 一種是不可以告別人 一種是我不羞於告人 我如果告下去 可能會出事情 好 就像這個林志堅 大家還記得他嗎 雖然他現在回到新竹的版圖 去輔選 那他的論文 他的論文 我是一個指控他 他的論文是代寫的 到現在已經兩三個月了 他不敢告我 這就叫不可告人 給安民掌聲 好 大家知道那個 支持會兼職的事情嗎 執行長被爆料 他兼了總共 包括他的本職 八個職位 他的本職薪水多少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來 支持會到底可不可以兼職 好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高宏安當年兼職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報備 但支持會的官網 影片 照片 還有包括去參加 跟他看活動的是蔡英文 頒獎給他的是 是陳建仁 你們說有沒有報備 對啊 大家都知道 好啦 那支持會執行長 坦白講 我覺得為官 你要幫這個執政黨辯護 我也可以接受 你要配合立委 但我教你 其實你可以當立委 問你說有沒有報備 就說這個我們要去查 如果沒有報備 就是違法 違背這個職業倫理 這樣講就好了 但你幹嘛直接睜眼說下話 你說沒有 結果現在人家被棋底了 他叫新的綽號叫 他叫做這個 卓正宏 他的外號叫卓八職 因為包括執行長在內 他有八個職位 這個我都念都念不完 字有點小 一大堆單位 我們上面都有看得出來 那我去調查了一下 之前講這個執行長 你知道薪水多少嗎 有沒有二十萬 超過 有沒有二十五萬 三十萬 月薪三十萬 台下月薪三十萬的舉手 月薪三萬的舉手 好 我很羨慕 他光是這個本物就三十萬了 因為我不知道他兼職到底有多少 因為兼職也許有兼職另外的算的方式 因為他們的政策會的 還有董事長你知道嗎 董事長是財經部會的首長 像李世光 他就是經濟部長轉過去的 他的薪水多少你知道嗎 四十萬 你看我們這些單位的高官薪水都 因為當時還去問那個時候 現任的經濟部長說你會不會羨慕 因為經濟部長才十七萬 所以會差這麼多 好 那現在當大家質疑說 你兼了八個 就總共有八個職位 像個章魚一樣 然後連宋氣力的分身 都沒有你這麼厲害 你到底怎麼回事 經過一整天 他到現在都沒有回應 然後他臉書寫了一篇 他說奇怪 我最近出現了很多陌生的電話 然後都是886開頭 聽起來還不錯 我保持一個好心情 雅民這怎麼回事 其實在資策會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 今天你知道嗎 政治還是要始於人性 我們不要喪失人性 因為今天高鴻安 他過去是一個被肯定 是資策會的樣板 結果今天因為他要選舉 因為他要選市長 他連當立委 資策會都沒有這樣攻擊他 他因為要選市長 而且他的民調滿高的 可能會讓民進黨執政的新竹翻盤 所以他就要面對這樣的攻擊 我覺得相信大家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就像剛剛這個州長說的 用哪個身上哪個部分的眼睛去看 都看得出來 現在叫什麼 政治鬥爭對不對 對 所以今天當今天你 人家講你一隻手指指著別人 怎麼樣四隻手指指著自己 現在卓振宏執政長 他就是被自己的四隻手指指著 那人家就會開始檢視 你到底過去有什麼樣的豐功偉業 過去一查發現他以前當董事長的公司 還去侵害人家的著作權 結果他現在要告高鴻安 侵犯這個著作 資策會的著作權 這不是很荒謬嗎 而且他是一個失敗的創業家 他創的所有的公司 現在都倒閉 他之前當董事長的去年公司清算了 所以那個 他兼職可能要少一個 因為那家公司倒了 所以 所以這一次 我覺得這次某種程度 我們是看出來 即便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是為了那30萬 把你的人格出賣值得嗎 好 我們在想說 因為畢竟他是知識會出來的人才 我們講相間何太極 兼差的兼 沒有想到一間 兼這麼多 真的是很像 漢婷你怎麼看 這個最新消息就是著妻子是不是 七個職位 本物30萬 不管他著幾 不管他兼幾職 都是他這麼會兼 這麼會兼職 真是一個很兼的人 很兼的人 那麼這個過程 看起來我們現在不是網路時段 賣一個人 他是一個很會兼職的人 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非常的優秀 優秀在哪裡呢 優秀很會成為政黨的側翼跟打手跟英權 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社會大眾不僅是目前所有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試或者多數的媒體甚至是網路 就連這些半官方的或者是民間的單位也通通都淪為執政黨的側翼 記得嗎這整件事情一開始 資策會的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說高宏安沒問題的 可是呢是因為民進黨的立委包含由柯建民帶頭的諸多人士 公然施壓放話資策會 要資策會交出資料 資策會所有的預算都不用經到國會審查 資策會裡面沒有人是公務員 理論上國會沒有權利去要求一個這樣民間色彩的身份的單位交出所有的資料 所以民進黨的立委是公然的濫權 而且在侵犯人權 在侵犯我們每一個人的所有權利 但民進黨就這麼幹 所以不論這個執行長他到底是迫於淫威 或者是自己本身立場偏頗 但總而言之人民的眼睛還是血亮的 畢竟先前指控高宏安你堅持就不對啊 結果被抓出來自己也是大堅持 而且堅超多 過去說你看高宏安你都沒有報備啊 結果過去呢奇怪了 蔡英文跟他合照沒問題 陳建仁跟高宏安合照也沒問題 陳建仁跟高宏安合照的時候都沒問題 偏偏高宏安要出來選舉的時候 就這些都成為了問題 那麼表示真正有問題的是民進黨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過程都是政治鬥爭 今天可怕的是什麼呢 是我們平常每一個人認認真真 安分守己的做自己工作的時候 但如果哪一天你不幸得罪當道 當道就會把你過去所有事情挖出來 說這些都有問題 高宏安就是最好的案例啊 或者像是被林志堅抄襲論文的余正煌也是啊 他乖乖寫論文 結果呢因為物交損友 多年之後反而被倒打一耙 你是抄襲 所以今天所有的台灣人 都應該要感到恐懼跟擔心 因為我們正常的過生活 但是我們不知道哪一天突然 府院黨跟國家機器 就會集體起來攻擊你 說過去你有罪 那你要認罪嗎 各位朋友我們要投降嗎 不 我們絕不投降 不投降 要打仗 但我們剛剛傳來一個最新消息 我們四個阿兵哥 在搬這個火箭彈的時候受傷了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台灣人要自己要保護自己 當我們現在兩岸這麼緊張 我們的領導人 領袖 沒有把大家的安全擺在第一順位 好 那現在當兵 在我們立法院國防部長 有跟大家討論 他希望我們的義務役 如果未來延長到一年的時候 我們的阿兵哥 他一個月本來六千多 希望可以領到兩萬五千塊 你們支持嗎 支持 好 其實大家會有點矛盾 有的人就想說 哇 怎麼 水高一點 我希望 不要當兵 還是要當然 大家可能看法不一樣 只是我覺得 其實你就是要延長了 你就直接講出來 搞得愛曖昧昧的 然後這個問題是會當很多年輕人 其實是非常的不開心 那今天剛剛一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北部機側中心的時候 有四名阿兵哥 在這個射擊六六火箭彈 在搬運的時候不慎受傷 我們希望他們千萬保重 希望他們平安無事 那今天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是在三峽早上七點多的時候 一對母女 應該是母女 那個四十幾歲跟七 對 不幸的往生 他們在行津三峽的時候 遇到軍卡 目前看起來 目前所看到的這個畫面裡面 軍卡在轉彎的時候 他已經有打方向燈 但是這個騎摩托車的人 靠他太近了 所以要特別提醒大家 在過往有很多例子都是這樣 看到軍卡 看到大貨車 你不要靠他太近 你靠他輪子 他會有一個死角 所以這個新聞其實我們大家都要 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當然相關的造勢原因現在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去釐清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想要問一下兵哥 我們現在的義務役 兩萬五千塊 然後國防部說 主計長說一萬五 一萬五他可以接受 好 那如果他可以接受 那我們也接受 你怎麼看這事情 我先講 今天早上發生這個不幸事件 真的要提醒大家 騎摩托車的人 這種大型車輛 你貼近他旁邊 基本上他完全看不見 這是極度危險的事情 大家真的要注意 然後如果是國軍的特種車輛 比如說今天有人在高雄 就看到愛國者防空飛彈車 那種車 他根本就看不到後面 旁邊所有的人 所以千萬不要接近他 這是非常危險 那至於說服兵役這個問題 我覺得很奇怪 其實要給多少錢 照理來說 應該是經過國家精算出來 我們有多少預算 然後要照顧到士兵到什麼程度 然後能夠符合他們 願意待在部隊頭這樣子 你應該是經過精算的一個結果 結果今天喊一萬五 明天喊兩萬五 請問一下到底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在畫PALAKER嗎 這簡直莫名其妙到極點 表示他們根本沒有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 你們想要叫人家來服兵役 結果你們整個政府 大家是東想一個西想一個 根本沒有做一個全盤性的檢討 去仔細思考它的可行性 還有國家的預算 那請問一下你們在這邊跟我講這個講幹嘛呢 那我實際上我跟大家表達我的態度 我是反對兵役 為什麼 不是說現在年輕人不能當兵 不是的 而是當我們軍中的一些爛習慣 一些漏歸 一些莫名其妙的制度 沒有改革之前 延長兵役根本沒有用 你今天難道把這些阿兵哥都找回去 把這些年輕人都找回去 然後訓練他掃地 訓練他每天在那邊寫餐集的報告 每天所有的事情都忙這些無聊的東西 真正的戰績訓練一個也都沒學到 請問一下回去到底要幹什麼 叫我們年輕人去那邊幹嘛 然後你天氣太熱不能訓練 天氣太冷也不能出動 什麼東西都不能做 你幹嘛 浪費糧食啊 回去幹嘛 不如讓他去社會上好好工作 國軍不是不可以服兵役 我們也不是不能夠培養出有戰力的軍隊 可是問題是以現在的訓練方式 根本不可能會有戰力嘛 老實講 現在大部分是募兵進來的喔 數值真的很好嗎 他們真的有辦法扛起這些勤務嗎 所以如果現在的問題就一大堆了 那請問一下你重新恢復徵兵制 過去的問題都沒解決 把這些人全部招回部隊去 除了浪費他的生命 請問一下能做什麼呢 所以我表達我的態度 我至少在你沒有改革之前 我根本就反對這名字 一萬五千塊 謝謝兵哥 一萬五千塊其實有可能 我稍微簡單問一下 你支持一萬五的舉手一下 支持兩萬五 維持六千的 六千太過分了啦 好 那我想要請教 其實我看到很多人留言有討論 他說一萬五他不能接受 一萬五你就叫我的小孩上戰場 所以他要犧牲 他可能會送命 有些人各的看法會不一樣 但是戰爭難道是唯一選擇嗎 是嗎 對 我們現在一定要把自己 送上戰場上面 真的很奇怪 漢庭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目前的軍方問題 我們日前的邱國正 國防部長才說出了大實話 他說依照目前的狀況 只剩下四個月 是不足以成為一個合格的軍人 軍方到老自己都坦承了 因為現在就是訓練五週之後 根本沒有下部隊 就連部隊長啥樣都不知道 那目前我們當了四個月的 或者我們很多年輕朋友 就是剛服完兵役的出來 四個月在幹嘛 最大的任務就是刷油漆 除草 然後打掃跟點裝備 就每天我們先把槍搬出來 數一數有幾支 然後再搬回去 隔天再把槍搬出來 數一數有幾支 然後再搬回去 第三天再搬出來數一數 發現怎麼少一支 噓 不能說 對吧 這個就是軍中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先前其實有一份民調 就是針對所有的年輕人問說 你覺得這個兩岸會不會贏 打仗的話會不會贏 結果發現八成的年輕人 都覺得不會贏 為什麼 因為我才剛服完兵 我知道當然是打不贏 所以部隊是什麼不知道 唯一只知道的就是 這樣的戰力當然打不贏 所以和平避戰才是王道 好 謝謝漢婷 我們今天政壇有個好消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每到禮拜二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去想說 周刊要報什麼料了 今天是一個好消息 我們大家都很支持的 游書會有心練琴了 而且他練琴的對象 像是我大學直屬學長 絕對是個好男人 我敢保證 我沒有跟他交往過 要 三立 但是大家不要有個觀念 大家都誤以為 在三立工作就一定是綠的 在梯台工作就一定是懶的 這絕對錯誤 絕對是錯誤的 這大家基本常識都知道 總之我覺得兩個人都是好對象 那淑慧獨守空歸四十多年 終於有人可以照顧他了 終於有人可以照顧他了 那我覺得周刊不要這樣子 男懷女孩他們也不是不倫 很正常 然後互相照顧 人家買咖啡還爛吊吊 我跟大家講 不是因為那男的不主... 那個什麼有淑慧太過主動 不是 我學長就是那麼保守 在房間我就不知道了 那總之我覺得它是一個好事 問題是我們現在在網路上 看到的操作 都一開始講說 哇 什麼 尤淑慧已經開始變得不中立了 雅民總看 當然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講說尤淑慧變得中立 沒有什麼 應該說 其實你知道 這個我偷偷講 因為我沒有跟淑慧報備 他昨天晚上打電話來問我說 那個周刊拍到我了 淑慧有說這個可以講嗎 我沒有問他 但是我覺得我把我可以講的部分 我還告訴他 我還好心告訴他 今天就會爆出來 網路就會 他以為禮拜三才出刊 然後我跟大家說 今天 明天 就是昨天晚上 我說明天一大早 網路就會出來 他說原來是這樣 好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在愛情面前沒有藍綠 在愛情面前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所以 但是這一波的操作 當然是為什麼 就是希望把它弄成是 你這通敵 你跟這個綠營的 這個電視台的高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拜託 拜託 一定要點れ 死 zero